哟 叔叔啊 偏德呀 另外三位阿姨你可就都见着了 等会儿 咋回事 咋还戴上面具了 看来阿姨们是要难为难为我们王叔叔 搭进家呗 你有什么才艺呗 哇 没什么才艺 我会好卖 会好卖 会好卖 在小孩儿 我先让这个阿姨 把名具给摘着就说 你夸带我 我去搭一下 美丽 漂亮 同时 大 这算是吗 这算是吗 那这跨眼里吗 看它是吗 你看这么跨眼里也是是吗 那你都不成为我这是是吗 那我随口就来的是吗 是啊 一场这样一个 好 漂亮 美丽 漂亮 行了 叔叔 看完密室里的女嘉宾 您赶紧回到约会现场吧 咱不能让你的心怒女嘉宾等太久了 你是付出你的 那我付顺的 付顺文化 单位是付顺第二介狱服务公司 家里几个小孩儿 你说话 一个男孩儿 男孩儿 结婚呢 没有 多大了 三十五 就在这个混南呢 那个叫月姓国一城买房子 刚装修完 出对象了吗 没有 还没出呢 我的儿子是这样 他说他要写离业 好成家 这玩意都得随孩子心愿 你们男孩儿女孩儿 我是姑娘 我姑娘结婚了 结婚了 你的离异是伤好不好 我离异的 王叔叔说他的第一段婚姻实在不想多说 因为现在提到前妻的强势 他感到很受伤 不久之后 叔叔有了第二段感情 但他为了实现梦想 又失去了这份缘分 哎呀 现在我走在十四五号之上 正在徘徊之中 因为我还有四项小血 是真不忍心 都真打算了 都愿意过个安安稳稳你的日子 一个月你退休吗 退休了 一个月就是退休的老保钱 对 到咱们花了哈 没事旅旅游 流的流的 下谁戏 干啥 请问你这是啥意思 对呀 我觉得我的事业 大于感情 因为我的事业在广阔的天地之中 我觉得他有点淡淡 就是别人都不同意 他也得这么淡 我现在属于良心化 我恨不得马上 就再回到他们那个年代去 我才干到四十年 上天再见五百年 对 还借五百年 利手能机的情况下 你可以发展你的事业 好 好 好